政府在2019年1月1日推出 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为日常使用本地公共交通服务出行 而公共交通开支较高的市民减轻交通费用负担 计划实施首年 每月平均发放1.6亿元補贴 受惠人数约220万 人均補贴金额约73元 每月平均约159万人 可领取100元或以下的补贴 约44万人可领取100.1元至200元的补贴 约12万人可领取200.1元至300元的补贴 如果将计划的每月公共交通开支水平降低至200元 不论是原计划的全年补贴金额 或者优化计划后的预计全年补贴金额 增幅都会高达接近九成 按原计划的设计计算 全年补贴金额会由23亿元增至43亿元 按优化计划的设计计算 预计全年补贴金额 预计算是会由31亿元增加到58亿元 正如我刚才所说 计划的政策目的 是为公共交通开支较高的市民 减轻交通费负担 一般而言 这些市民可能是住得较为偏远 因此上下班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洗费较高 就此政府认为将计划的每月公共交通开支水平 定在400元是合理的安排 事实上在计划实施首年 每月平均位及 约220万市民 与政府当初的估算是相若的 的价格